现在准备出去开车去趟银行 然后再给孩子们买点酸奶 他们俩 尤其这个丫头 不怎么吃肉 也就是喝点牛奶 吃点酸奶 她呢 小时候肠胃不好 医生说 她有点反三水 所以呢 她不爱吃什么 尤其是米饭从来不吃 主要就是吃这些个 偶尔能吃点面 面条 大多数吃那些个饼干 什么薯片 这些东西 她爸爸有时候说 去厨房 说不能老吃这些垃圾食品啊 你老让孩子这么吃 我说她大了就能好点 你现在你强迫她也没有用 然后呢 她说那你是你 你老不管孩子 看我的 我做的好吃 她肯定就吃 结果 哎呦 在厨房里这一通忙活 忙活来忙活去 做好了 这压到五十嘴 不吃 她爸爸就翻脸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 你还想吃什么 我说别因为这个吃的事 老跟孩子们就是这样 你她哭得死去活来的 一会儿不但你吃的 没吃到嘴里去 还把身体给给毁了一道 何在怎么着 现在的孩子 这条件比咱们以前好多了 最起码牛奶 面包 水果 酸奶 这些东西 家里头随时都有 想吃随时拿 她不吃 她老挑那些垃圾食品 那有什么办法 大人有时候忙 不可能分分秒秒的盯着她 等孩子长大一点自然就好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所谓叫shopping mall 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小小的叫什么 有药店卖食品的这些个店 还有一个小邮局也在药店里 还有咖啡厅 小银行 他们这些老外喜欢在室外喝咖啡 应该把车停那去 现在出来几点 9点40了 车已经多起来了 现在先去一趟邮局 寄一个东西 现在去商店好像不太要求戴口罩 你可以自愿的 我还是戴上 出来了 现在我去一趟dollar store 这有一个就叫所谓的一言店 一般要买点生活小用品 在这买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买什么胶条 那些东西都上这来买 到了 买了一个胶条 三块钱 以前是一块五 闹了瘟疫以后 变成三块了 现在去银行 银行在另外一个地儿 离这儿也不远 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小城市 到哪儿都不远 我们刚来的时候 有时候去在大街上 随便走一走 觉得 去几次觉得 这个人怎么眼熟 我好像上次 见过他似的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你就是觉得好像曾经见过他 后来人家在这儿待时间长的人就说 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小城市 你再过几年 他说呀 你在这儿多住几年以后啊 这儿的无论这儿的中国人 外国人你就都认识了 就是你就都见过了 当时觉得挺可笑的 后来一发现还真是这样 这儿有一个中国城 小小的中国城 以前有一个朋友从美国过来 他说带我去逛逛你们的中国城 我说好吧 去了 他其实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那个把口 一共有几个店 加起来 能像样呢 就是四个小店吧 十字路口分别是前后左右 这四个小店 后来呢 他就把口那儿逛了一个店 然后呢 旁边又一个店 这就两个 后来我们就过马路 到另外一个马路对过去 又逛了一个店 他说走劲走 我说没了 他说什么 这个餐餐套就这么小吗 我说对可小了 小城市吗 好 这是另外一个墨 这里面也是有一些个商店呀 银行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有一个 买 卖宠物的这个 吃着的一个 专门卖宠物吃着店 还有一个宠物的那个诊所 我们家小猫做绝育 就是在这儿做的绝育 现在要去这个 这个店买点酸奶 现在要去这个 这儿的海鲜呀 还有肉 都特别新鲜 就这种酸奶 两个孩子特爱喝的 好了买完了 买了一些香蕉 芒果 芒果挺好的 特别 汁特别多 有甜 还有酸奶 再有就是一些个 樱桃 夏天的樱桃 又好吃又便宜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可以回家了